大家好,我是下妈,回来晚了,今天做一个懒人焖饭 加上中午没有吃饭,我现在超级饿 先把大米清洗干净,然后锅里面倒一点油 做一个五花肉焖饭吧 五花肉跟一点洋葱碎生姜,先放在锅里面炒一下 炒出油和香味,你就把那个生姜捞出来不要它了 然后加上一点酱油,五香粉,调一下颜色和味道 你可以淋一圈那个米酒去吸 然后再加上一点腊肠或者是腊肉这些哈 没有也可以不放,就是有辣味会香一些 加上玉米,胡萝卜,豌豆,土豆这一些 盐啊,生抽调味道,给它们翻拌均匀就可以放到大米里面了 我感觉我今天的配菜特别的多 因为我一饿我就觉得我能吃一锅饭 所以今天的饭肯定是煮多了的 给它们翻均匀,然后加入清水 就和平常煮饭的水量差不多,可以少一点点 然后我相信我自己的直觉,我觉得这个饭有点太多了 我就捞了两勺出来在那个砂锅里面 这边就按金属键给它煮着 砂锅里面就自己用小火慢慢的给它焖熟 趁这个时间来煮一点汤盒 先垫一点肚子,不然我真的是感觉现在手都有点抖了 先把皮蛋剥的,然后给它掰碎放到锅里面加一点生姜 给它炒香,炒到起泡了你就可以打入鸡蛋 也可以用咸鸭蛋来做,它这样炒出来的味道都很鲜 把蛋液拨散了以后就直接淋入开水,煮出来就是这种奶白色的 加上盐跟白胡椒粉调味道 再放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稍微烫熟,放一点枸杞,葱花 我们今天这个简单好喝的三千汤就搞定了 更丰富一点的版本就是你在里面放一点木耳,香菇,午餐肉 或者是粉丝这一些,煮出来就是很大一锅的 我先喝了两大碗,真的是很鲜,可以去尝试 然后这边的米饭也已经焖熟了,两大锅 就是真的,一看到压力就有点大了 再撒上一点黑白芝麻,葱花,给它拌一拌 我们今天的懒人版本的电饭锅焖饭就做好了 味道是真的不错,就是盐味淡了一点 我后面又加了一点点盐 然后这个砂锅,下面有锅吧,但是缠不起来 因为没有放油 有肉,有菜,有饭,一锅处挺方便 吃的也香,我原本以为会剩很多 吃完以后,你看,还剩这么小半锅 就是可能大家都饿了,吃的也是挺快的 我就给它剩下这一点团成饭团 下面包了一点紫菜,当做他们明天的早餐了 随便加热一下就搞定了 我明天不用早起,所以早上不用等我 晚上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